这个男人不简单 八岁习武拿过永春拳冠军 这一次大战搏击爱好者被对手击倒 结果点数落败 我们今天看一场民间功夫高手的大战 传统武术一方出战的名叫李伟军 此人来头不简单 做过广东佛山武协副会长 八岁习武练习狗拳 注意是狗拳不是疯狗拳 狗拳还被称之为地数拳 已经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李伟军是正经八百的非遗传人 习武超三十年 开馆十余年 拥有三间武馆 交过上千名弟子 年纪最大的超过六十岁 最小的才四岁 除此之外 他还号称快拳道创始人 是当今展开椰子世界纪录保持者 练习过散打精通永春拳 还拿到两届香港国际武术节 永春冠军 后来网名为桂林刺客的搏击爱好者 质疑黎师傅的功夫 双方先在网上隔空叫战 后来相约在线下碰一碰 桂林刺客比黎师傅年轻十岁 拥有体型上的优势 但是呢 脚有残疾 缺了一部分 据说是前些年 在工厂上班时受的伤 刺客虽然不是职业选手 但也常年练习搏击 画面转过来到二人的比赛现场 身穿黑衣的就是桂林刺客 刺客一上来就开大 拥有力量上的优势 轮圆了大摆拳 冲着黎师傅招呼 横扫一大片 主要靠气势 黎师傅且战且退 后撤游走 伺机反击 黎师傅一个前后手组合 根本打不动对手 力量相差太大 看来只能切对手中路 尝试切到中路 不会那么容易的 刺客依旧大开大合 黎师傅躲过对方进攻后 快速的缓几拳 后撤途中 一个扫踢 一个前手 均抓住刺客的头部 但并没有造成杀伤 双方开始回合至换拳进攻 你给我一拳 我捶你一下 对比起来 黎师傅就显得单薄 摇摇晃晃 高能来了 刺客一个后手大轮摆 击中了黎师傅的耳根 黎师傅脚一软 迎来一次读秒 这一次读秒 也奠定了刺客首回合的优势 读秒后 刺客想一口气拿下 回合结束的铃声随后响起 第二回合 双方更是分外眼红 直接开怼 刺客继续前压 用大轮摆击打黎师傅的头部与腹部 黎师傅游走 用扫踢还击 被接腿迎击后 也开始用朴实的大摆拳护轮 刺客显得有些疲惫 黎师傅的体力更是见底 黎师傅脚底一滑倒地 刺客还装的一下补了一拳 多少有点不厚道 黎师傅摇摇晃晃 偶尔用相同的大摆拳还击 终于熬完了第二回合的比赛 最终两回合打分 桂林刺客获胜 这场比赛还引起一些争议 黎师傅有被清晰的击倒 从结果上 叛復也没毛病 但考虑到年龄跟体型都不占优势 快50岁的年纪能打成这样 输的并不难看 这实力已经超过90%的大师了 喜欢武术与搏击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